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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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很抱歉 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季先生马上就到 咱们再稍等一会儿 抱歉 但这事对我很重要 事后我一定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到时候任凭您处置 既然季城川先生已经到了 董事长 是否可以继续准备后续的交接仪式 喂 双双 我 宋盛 你都干了什么 任务现在不重要 你立刻给我看手机 成天集团高层格局惊天俱变 争论已久的成天集团总经理一职 终于在惊天揭晓 继传 同一时刻 季城川也将获得巨额财产 今天上午季城川先生提供 林淑女士的私人印章 经我私公正 印章无误 这县令不是壮业给我的吗 明天我就要出国了 这个送给你做纪念 谢谢你 壮串 我们会一直是好朋友的 对不起 宋盈 借你的项链衣 稍不会坏 壮串当年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可能 如果季城川就是壮串 那昨天他在花园的时候 我还记得你每一次都抢不够别人 这话对不上啊 季城川先生符合上述文件中 所有的条件 现在所有的手续 已经办理完结 彻此声明 不对 他不是季城川 他骗我 请问这个传言是真的吗 是的 救人总经历后 你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董事长 这才刚回国 就拿了集团这么重要的职位 目前所有的工作安排 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以后怕是个麻烦吧 看他弄了守着这一切了 小姐 放开我 小姐 你不能进去 放开 别碰 小姐 大家别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骗子 骗子啊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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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这件事是缺乏的 这是 他们认识 这是 你们都别相信他说的话 他根本就不是 纪承川先生 这位女士难道就是您之前 苦苦寻找的初恋情人吗 你们这是已经 亲人恋爱关系准备公开 放开我 放开 骗子 你给我演了这么多贴心 就是想按那个项链是吗 亏我还信了你的鬼话 你眼睛动得好 怎么不去电影巡人啊 怎么了 哑巴了 说话呀 宋遥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忍不住地想要 吻你 原来你也有今天啊 你看我不一样了是吧 说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锦承川 我可是知道你是谁 你就不怕我揭穿你吗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成天集团已经承认我 我就是继承川 你真是个天生的骗子 故事变得真好啊 董事长 嗯 你让我调查这位女生的资料 都在这里吧 你看看吧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这个logo倒是很眼熟嘛 되说 Story 怎么了 怎么了 哑巴啦 说话呀 怎么会连生气都这么可爱 温柔 谁 谁 这 谁 呀 你 谁 谁 olve 谁 人 真有病吧 我这周边明码标价三百 一上来问我三十买不买 你怎么不去抢呢 再七八能有我这个买家七八吗 我就卖个显卡 非让我搭一个4K显示器 我怎么不把房子搭给他呀 就咱俩这速度 什么时候能凑上雇主的违约金 现在不光违约金 孙阿姨下个季度的住院费 还没着落呢 算了 再降三百 肯定能卖出去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季城川 就是跟瑶瑶小时候 玩过几天那个壮丑 他不是早死了吗 怪不得这个冒牌货 没有被瑶瑶吸引 他一定是个骗子 来骗瑶瑶的 这家伙最可恨的是 就这么久把孙瑶的项链拿走了 等我去网上挂他 想想吧 有你这个经历 还不如想想钱怎么办 乔乔的周边都被我挂网上卖了 我还能怎么样 要怎样能怎样 还不是像爸爸一样把你原谅 光好你老太太棉裤一样的大嘴 到下瑶瑶来钱的是你省爸爸啊 我知道 我刚才把那个死骗子胖揍了一顿 太解气了 乔乔华 真 MAT 我是现在的 我还能不能这么便宜 想想看 雅舍 你也想把她还放进去 他想想想 他去那边 就是 他们帮助 我们只是把她们打枉 员 或者是 现住亲临半岛别墅二十三号 而且他为了博取他人的信任 编制了一套 身世凄惨孤苦伶仃的故事 最可恶的是 他把继承川当年悲惨的遭遇 一字不落地夹在自己身上 说什么 遭遇火灾 不幸失忆 都是胡扯 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遇火重生那套 他当自己是邓不利多养的鸟啊 可就是这只鸟 搞得我们惩治坏人正义协会 第一次划铁路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几多风雨 放心能解决的 大不了我们多接几单委托 完了 催债的上门了 没想到啊 咱们浩浩关键时刻 为了防止宋谣搞破坏 居然这么活得出去 你看 懂 我闭慢 你还是想想这件事情 该怎么收场吧 能否划 不不得下 对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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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情况 问你话呢 这什么情况 什么 我是问 就你们俩 打击那一下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一见到他 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跳得特别快 莫非是那该死的爱情 可能吗 学长 你让我给宋阳母亲准备的医药费 我准备好了 给她送去 你现在越来越像霸道总裁了啊 一言不合就砸钱哪 项链本来就是她的 我拿走也是迫不得已 这就当做是我的歉意 冀成川的眼光还挺不错的呀 开个玩笑 别太紧张 您是我们的雇主 所以我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 这次的失败确实是一个意外 因为我还是先别说假冒的事了 毕竟我没有证据 也没必要搅和进这摊子豪门恩怨 八点档的狗血剧里去 总之我们会按照约定支付赔偿金的 之前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你们 我深知你们团队的本领 这一次呢只是个意外 没能成功 不怪你们 就像我之前给你的资料一样 这个季城川的确不是个省油的灯 如今他已经取得了董事长的信任 得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我们集团上下人心惶惶的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 再继续动摇成天集团的根本了 所以 我现在呢有个双赢的主意 我们的合作仍然继续 你呢继续待在他的身边 随时向我汇报他的动作 以防止他再做出 对于我们集团不利的事情 宋小姐 怎么样 考虑一下 颜老没事吧 颜老是没事吧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 心情不好他就祸害那些花 你看他把那干花都快浇发芽了 要不你去劝劝他 别犹豫 赶紧答应雇主 我觉得雇主说的没毛病 再说了 这个季城川就是个骗子 我们这么做 他就要体贴行道 对 你说他都懂 那你去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宋小姐 你好 好 我是季城川先生的特助 是季先生让我来找您的 这个 是季先生的一点心意 希望您能收下 季先生听闻 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特意让我过来 这个 还请您务必收下 毕竟谁还没点难处呢 况且拿走项链也是我们迫不得已 你要是觉得这钱拿着实在不太合适 就当做项链是我们买的 他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谈 宋小姐 我知道你不太高兴 但说句实在的 这项链本来就是计价的 我们拿走项链也是理所应当 这个钱呢 我劝你还是收下吧 以后我们季总跟你 就是桥归桥路归路 江湖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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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 说说说说 冰川的你说的声音好不好 走走走走 我今天教教你 什么是江湖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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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闹死你 行了行了行了 哎哎哎 季城川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你来干嘛 秦浩 我想了想 你都当上成天集团的总经理了 我怎么能就这么离开呢 谢莫杀驴 过河拆桥的事就别想了 拿一张支票就想打发我 你当我宋遥是什么人啊 既然都已经公之于众了 那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 那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怎么 你不同意 我想了想 你对我挺好 我也特别舍不得你 而且 你应该很喜欢我吧 你到底搞什么鬼 你到底搞什么鬼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嗯 我在对你表白 你给点反应好吗 嗯 嗯 你到底想干什么 嗯 同不同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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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同意了 那我回家喽 我会想你 你会想我吗 嗯 嗯 不想我也没关系 反正 你不可能不喜欢我 我 我 好可爱 拜拜 之前你不喜欢我 我拿你没辙 哼哼 现在 你就等着我揭穿 你的真面目吧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 你别别别别 你能不能听我了咱们从长地 你又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算了算了算了 别碰打错了 这不是 不是你这是 朋友们 我做了一个冲动 但不容置疑的决定 瑶瑶 我也做了一个冲动 但不容置疑的决定 先听我说 先听我说 秦昊记事欺人看 秦昊记事欺人看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你們俩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什么情况你先说 秦昊这个死骗子实在欺人太甚 我已经决定了 一定要抓到她的把柄 揭穿她的险恶用心 巧了吗这不是 刚刚我已经回复了审秘谷 表达了我们要继续任务的 决心和勇气 瑶瑶 我们要不要把 秦成川是假的 这得是告诉顾主 不必了 秦昊不是说了吗 全世界已经认定她是秦成川了 我们现在无凭无据 说了也白答 所以 等我掌握了确凿证据 釜底抽薪 再给她致命一击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还用怎么做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关系匪浅 那我就要利用这个身份 待在她的身边 到时候 就不怕她不露出马脚 瑶瑶 你太棒了 朋友们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说 你们又没有想过 这个什么一谷主 她到底是什么人 就这么几次三番的针对情号 我怀疑中间啊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管她有什么秘密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只要她针对秦昊这个死骗子 那她就是正义之师 你们 你们什么你们 没有门 从今天开始 不是 我是我 她是她 学长 她要发什么疯 我发疯 她才是失心疯 你都不知道她刚才 全碎掉 怎么了这是 刚刚还在车上 跟人家亲亲我我呢 怎么这么一会儿 人家不是你小可爱了 你再给我废话 我把你股票基金全卖掉 你信不信 我 好 都听您的 季总 好 碎 我帮你碎 我帮你碎 都给你碎了 放心吧 就这三张了啊 还有两张喽 最后一张喽 等等 好 学长 半个小时以后 召开临时的董事会 商讨您想要成为 核心董事的提议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真搞不懂你怎么想的 不是虽然钱不是咱们 真正的目的 但宋遥这女人胃口这么大 换成别人早躲着走 就你还板板地往上贴 我说得不对吗 学长 其实江南轩说的没有错 宋遥这样的人 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宋遥绝对不是为了钱这么简单 她屡次三番地接近我 我想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你是说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背后指使她的人 一定来自成天集团 没错 而且这个人 非常不想让继承川入主成天 所以 陈雅琴 陈景辉 还有继承安 照这么说的话 不想让继承川回来的人 还有很多吧 还比如 季鸿林 今天临时召开这个会议 你是觉得大家正好都在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昨天 季承川先生提出 想要代替林书女士 行使核心董事的权利 根据公司张成规定的 更新核心董事名单 需经成天集团董事局 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 方可生效 成天能有今天 与各位多年的同舟共计 是分不开的 大家可以唱错语言 不要因为成川是我的儿子 就有所顾忌 颖辉 你是成川的舅舅 说说吧 好 董事长 我觉得 成川年纪轻轻的 在国外就小有成绩 此番回国 加入成天呢 也是为集团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 不过 更替核心董事 关乎成天的未来 容不得有万分的差池 这事 我觉得还是慎之又慎的好 好 当然了 我也是一家之业 成川 你不会怪舅舅吧 中国人 也不愿意 你会不会 把这事给驳回了 我绝对不会就这样放弃 被他们这么一搞 秦叔叔的死亡真相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查清了 事发那天 袖口出现在了现场 这枚袖口的主人 肯定和他的死透不了干系 这事我查过了 这枚袖口是当年成天集团上市时 专门为了核心高层人员定制的 每个袖口上的图头 都代表了一个核心成员 这份名单 现在被存放在成天集团的核心档案室 而我们要取得权限拿到名单 就必须要做上核心董事的位置 下面怎么办 他们既然是我们出来 来扎到资历尚且 那我们就凭实力做出点成绩 来给他们看看 让他们闭嘴 在 干嘛 在 干嘛 瑶瑶 你不会就想这么发吧 没错啊 套路千万条 稳妥第一条 操作不规范我们都完蛋 你想想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发信息 约他出来啊 然后找机会添加他的亲密恋人账号 这不是说好的吗 对喽 所以这个约字很重要 怎么约 如何约 都有大学问的 不就是我约他 他说好 我们出门唠一唠吗 粗鲁 海归骗得那么好约吗 别忘了你之前吃过的亏 咱们这次谨慎着来 文字约人 成功几率太小 现在 灵溪 表情包大法 表情包大法 来吧 送以后 发挥你研绎的时刻 到了 好了 您的小可爱突然出现了吗 等着吧 姐妹 小可爱突然出现 在干什么呢 想你了 约会吗 天文科技馆 可以啊 沈老师 不愧是你 暖从魔传组 在打到魔传组 好 烟 烟 弄 秦昊到底在干嘛呀 秦昊到底在干嘛呀 戇抹是一起在冰淇淋 布 ,是中共第一天 他的 tried 我不nd急 完成 你说这秦浩怎么回事 这都半小时了 一直在输入中 好就一个字 他又打几次 你说说你再认为了一点 咱好歹也是个协会呢 早回晚回都是回 反正他会回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帮我个忙 回绝他一下 不是 我让你回绝他一下 你干吗把他删了呀 你知道你刚刚这么一下 让我在期货市场损失多少吗 看到我四十米的大刀了吗 趁我还能控制自己之前 滚 滚 可以啊 嗯 香啊 瑶瑶 他回你们 嗯 我看好啊 不至于吧 一上午没看手机 还是断网啊 你到现在都不回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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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我没问题里面 你发烧了 没有 我在克制自己 以免自己暴走杀了秦昊 我 学长 他怎么了 当你距离爱情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你距离傻子也是有一步之遥 秦昊 你失去的是一个女人 而我 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我一见到他 就莫名其妙地不受控制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原因 你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你要找找原因吗 这件事情我也发现了异样 所以我就查了资料 我发现李琛 之前也对宋瑶十分地痴迷 但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在他失去股权以后 他对宋瑶的态度 立刻就变了 我冷静下来 看你 就像三孙子一样 找抽啊 我好像记得李琛是说过 他卸任后似乎就不受送药的影响了 学长 我记得好像 你也是继承遗产以后 才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 我有个非常好的想法 好好 不如你先把钱转给我 我愿意替你承担这份痛苦的折磨 回头等一切都解决了 我再分文不少地还给你 怎么样 这就是你非常好的想法 不然呢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好好 你难道想一见到他就失控吗 废话 我当然不想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秦昊 你太过分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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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theop 开门 躁著 怎么悲惊 る 做 装睡的城市穿下面去 终于我找到最真实的你 趁着随意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时时摘下再送给你 现在换你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是否终究过银河心 Oh No 月峰让我们靠在一起 你说流星有没有秘密 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 就像我 就像你飘离不已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一件披星带月的外衣 睡着的城市偷走梦境 谁让我无穿入你的游戏 抱着诚心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时时擦亮再送给你 你用真心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一定争取过银河心 我会里远 我会绝对的 ins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